为了减少民众到公所洽工感染病毒的风险 普利正公所日前采购一批防护面罩 并在近日由政长亲自发送 希望全所员工在上班时间除了佩戴口罩之外 也能够佩戴好防护面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洽工民众的健康 我们普利正公所特别采购了这个面罩 来提升我们员工在办公时间的防护效果 希望民众在洽工的时候 我们的员工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希望说我们员工拿到这个面罩以后 我们会交代他们每天做一个清洁跟消毒的一个动作 维护面罩的一个作用跟他的安全 希望民众来洽工的时候 也能够遵守防疫的规定 我们大家一起来抗议 县议员王彩云肯定 普利正公所的用心 能够采购防护面罩 让员工以及洽工民众 有多一道的防护 同时也提醒乡亲 如非必要也尽量透过电话来进行洽询 减少出门的机会 才能够避免疫情的危害 现在让他的员工在更安全的地方上班 这实在不容易 尤其像廖政长这么亲民的爱民 尤其他的原工也要保护 所以我们八成的民众 要来工作洽工 一定要戴口罩 现在订阅让他们的原工 有加一层的一个面具 防护这个疫情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有真正的诉求 我们再来去洽工 不然尽量会用电话连路 就用电话连路 这样对大家都很好 副议长潘一全肯定 普利正公所的用心 也提醒乡亲在防疫期间 尽量避免出门的机会 并且落实防疫工作 降低染疫风险 记者陈文一 普利采访报导